我叫Sam,现在是吉胡GitLab的这个创始人和CEO 吉胡实际上这家公司是真正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 新的商业方式,新的这种运行方式 那我们当时在考虑这个时候 我本来在创建这个GitLab公司之前有很多别的机会 那后面通过投资人包括这种各种机会了解到 就觉得中国在技术软件这个赛道 尤其是在戴马托管这一层是缺失的 很多人在国内都是拿着这个技术去做个分叉 做个分叉 然后呢在分叉之上做商业化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一个经历啊 就是说也算是把这个经验传授给大家 就是说我认为在看源领域啊 但凡是你这个认定了一些比较开放性的这个许可协议了以后 你千万不要走分叉的道路 这个这个事情已经被验证过了 多轮的这个商谈啊 最终认为这个技术还是要有中国人 包括中国公司自己去在中国去落地 那么GitLab呢 只是作为这个技术入国啊 不参与整个这个经营和这个运行了 这个主要是把技术输出进来 对吧 那么GitLab这边更加关乎的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社区 他认为这个中国有1000多万的这个用户 但是大部分是这个下载使用 没有任何的贡献啊 这个所以说这样一看 那那他就说哎那何不如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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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文化啊 也算是对于国内这个进行一种某种意义上的这种这种变革吧 就让国内使用GitLab的人更加的去参与到这个贡献中 所以说呃在由于啊我们这个政策啊 十四五规划也提出很大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鼓励所有的企业做开源开放的事情 那基于这个政策分享包括这个资本的一个看好 我们认为这个机会是非常看好的 所以说呃我们跟这个GitLab 包括这个呃国内投资人一拍即合 就成立了几乎这家公司 所以说呃这公司的成立我们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说呃还是要为中国广大的这个开发人员 和这个企业去服务的 我是这样哈这个工作大概有20年 然后这个投入开源的这个赛道和行业 基本上是十几年 因为我很荣很荣幸哈在这个呃在惠普期间 呃我是这个去了美国 然后呃跟了两个Fellow 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在2010年左右吧 然后在美国这边就是侍从两个Fellow 学了很多关于这个开源的这种商业模式 包括开源这种玩法 所以慢慢呃这个我就加入了开源这个赛道 我发现这个开源这种理念 开源的这种呃运行方式 包括它的商业方式非常的吸引我 所以我就依然投入了这个开源的这个赛道哈 然后在大公司也干过我在HP IBM和M-Docs都干过 然后后面完全投入这个开源的赛道是这个公司叫Mesosphere 是在硅谷的一家公司哈 然后啊主要聚焦在这个容器领域 container这个领域啊 啊大家没知道这个容器的领域有三件客哈 以前叫Mesos K-Bias和Docker 所以我是最早一个一批做这个Mesos的人 那当然在之前我也是最早做OpenStack的人 所以说在开源这个领域啊 随着国内对于开源的认识越来越的加强 那我其实也在这个领域越来越多的在发声 所以我现在呢是在几乎 大概投入这个开源十多年 对于这个开源的生态社区和这个商业模式啊 非常精通 我也希望通过这家公司在在国内啊 立一个立一个样啊 把打个样啊 帮助这家公司能够在国内的这个市场上 能够被资本认可啊 能够真正把这个商业模式能够搭建起来 然后让这个内循环啊 能够真正让起来啊 能够让中国人第一次通过中国人的声音啊 能够去在全球的这个开源社区里面有更多的这个发声啊 我觉得是这样啊 就是开源 我认可不分国界啊 我也认可这个开源是属于全人类的 那么几乎做的事情不单单只是把技术引进来 我刚才说的很明确啊 既然大家这个一起维护的是一个共同的社区 那么这不涉及到走进来还是走出去的问题 最重要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到底做的这个开源的项目 做的所谓的这个开源的这个软件是为谁服务的 那我一直认为开源的它的产生和它的孵化 它不是拍脑道出来的 而是说它是为了解决某一个人群的痛点或者一类客户的这个诉求 才产生了所谓的开源的项目 由于开源项目的产生 那有更多的人产生共鸣 才变成一个非常流行的开源的一个项目 慢慢的变成一个顶级项目 但是它的基础是什么 基础就是很多的人对这个东西是有要求 有诉求 有这个想法的 所以大家才会投入贡献 智力 大家才会在这边发现更多的机会 我觉得任何一个商业模式它的基础就是供需关系 对吧 供需关系 那谁来提供这个技术 谁来消费这个技术 那它就是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 那么你应该在这个运行这个项目过程去找到这个平衡点 对吧 你提供的东西是不是大家想要的 如果是大家想要的 你就持续往前面投入 这就对了 我觉得是这样 我在中美之间一直在走动 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很多诉求是一致的 但是场景有可能不一致 因为中国的场景是海量的 复杂的巨大的 对吧 各种各样的这种诉求是比美国那边 你会惊奇的发现很多开源的技术 在美国做的不怎么的 在中国做的还挺好 对吧 那么这就要看到底这种技术属于什么类的诉求 那么总体分析来说 我觉得还是这样 因为中国和已经按照我自己的思维 已经走入了全世界这个赛道了 就是说中国已经是这个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这个软件开发和这个信息化的这个发展过程中 它不是说落后于哪个国家 而是说这个从发展的速度上和客户的诉求上 它是不是成一个正比 所以说这个中国和这个全球属于一个大家庭 大家都在看一个好的技术能不能给自己的这个生活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环境带来这个加速和创新 这是大家都在追求的 所以说这个我看到前面这些我提到这些开源项目 在国内国外都很流行 但是在国内它的落地方式和商业模式有可能给美国是不一样的 美国的这种这种方式更加追求的是创新 如果如果资本不认可它会很快的走向消亡 但是在中国你会惊奇的发现各种场景各种诉求会存在很多年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很多中国的这个这个所谓的产业和它的这个需求啊 是多元化的长期化的或复杂化的 而不是说一个技术一来了马上进行改改变 不是这样的 它是慢慢的进行这个这个创新 因为中国的这个我刚才说这个行业啊 它是有阶梯性的 有一些互联网厂商走得特别快 有些这种传统的企业走得稍微慢一点 所以但是大家有一个心 都是想让自己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这条道路上不要落后于别人 只不过这个速度的快慢 跟跟跟这个双文化啊 包括这个政策 这个每个国家之间存在的这个差异性 但是最终大家这个目标都是一致的 我觉得创新一定来源于生活一定来源于实践 咱们国内部有一句话嘛 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对吧 那么人越多协作方式越简单 越现代化 那大家的这个思想在碰撞的过程中 而且这个最重要在开源使用的过程中 它是属于很复杂的环境里在不同的场景会呃实践出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 它那个思想进行碰撞 在跟这个实践进行这个摩擦的过程中 就会有新的想法 就会新的想法 因为你但凡你看很多这种创新性的想法 包括Python这些东西 都是通过多人 很多人不断的实践 不断的发散 不断的碰撞 最终产生了好的想法 所以我认为这个开源啊 不代表不是说在开源里面做有很多的创新 而是说开源的这个诉求 包括它这个这个起始点 这个出发点 它是创新的 因为它是解决的是最终的是大家的问题 和这个最终的一个诉求 对吧 然后慢慢的大家在使用开源的过程中 很多人不是在开源的技术上做很多的开发的 因为它临界于巨人的肩膀之上 你基于开源现成别人好的东西 你才有精力做业务的创新 所以这两部分创新 第一部分创新是这个开源的理念的创新 另外是基于开源上面的业务的创新 这两部分啊 所以业务的创新一定是有时间 基于某一个产品 基于某种想法 然后慢慢的有时间去做更多的业务创新 因为这个创新还是要预定基础的 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说数业有专攻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任何的开源技术的产生 它都是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的 而且任何一个开源技术的这个流行 也是有它的这个这个这个必要性的 所以我认为啊 这个呃 国内的很多这种公园的厂商 呃 他们在在我 在我们看来啊 是我们的合作的这种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呃 你会看到很多的供应厂商投入巨资啊 是在这种呃 这个infrastructure 这一层就是基础 基础 基础这一层再去做很多的投入和建设 那么这个对于吉胡来说的话 我们更加认为是供应城市 供应厂商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就是举例来说啊 我们更加认为这个供应厂商是高速公路 那么它应该让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开源技术 和这个开源厂商啊 变成一辆辆高速跑起来的跑车啊 能够顺畅的跑起来啊 那么具体呃 这个你说开源厂商会不会去投入做所谓的 这个供应的业务 不会 因为那个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吧 那你说这个供应厂商会不会投入开源的建设 这个我觉得会 但是呢 这个最重要就要看这个他投入的这个点 是不是他可以为他服务的 那么我认为有一点是这个大家有共识的 就是说 如果你投入的那点 你的rol就是你的这个产出比啊 是小这个是你预期之外的 而且这个是被验证过的 我认为这件事你做的意义不大 对吧 所以现在看来很多 这个不管是国内国外的厂商都预见一个点 就是说把自己的那份事情做好 做的专一点 做的精一点 就能够让你这件事业更加的伟大 对吧 那对于疾呼来说我们更加聚焦在这个SaaS和这个DevOps一层 所以我们跟这个公共产生产业积极地在合作 任何个项目它都有这个它的出生期 它的这个成长期 成熟期 它的消防期 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它有可能是几十年 有可能几年 有可能几个月 就看你把握这个公司的一个度 我举个例子就是当时我做Mysos的时候 那时候有个特别好的点 就是说当Mysos出现的时候 那时候K-Bus还没有开始盛行 也没有开始特别大的声音 对吧 那么当时Docker呢 也刚出来 当时就有某个厂商给这个Mysosphere offer了一个billion的 就是十亿美金的offer 但是这个创始人对这个判断就是不一样 他认为我这个技术做得非常好 我为什么要去卖掉这个公司 那由于没有卖掉这个公司 它就过了那个分口 那么由于这个新的技术迭代的速度特别快 对吧 后面的K-Bus包括这个Docker就出现 那K-Bus这个Docker也miss到一个窗口 就说 比如说他在之前非常火的时候 也有公司去收购 对吧 也miss掉了 也会丢掉了 然后慢慢的K-Bus又取得了 吃掉 所以说 你说在这个过程中 是有谁是最大的收益者 也有部分 这个可以 捕捉到这个信息的 有些公司就变现了 卖掉了 对吧 那这样就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那么 你到底这个窗口在哪里呢 就是一般人很难去判断 但是我现在总结一个经验 这个还是有的 但是呢 具体这个方法是什么 我觉得跟经验非常有关系 你几十年 你几十年的这个阅历去看 我这个技术成长到什么地步 它就是风口 后面有没有新的技术在赶超 你会去判断 对吧 新技术在出现的过程中 对跟你现有的技术的对比和 所谓的区分点到底是什么 对吧 如果这个区分点 后面的技术解决的问题 比你现在这个产品更加好 速度引进更加快 那这个风口就来了 有可能新的技术就会替代你现在的技术 对吧 那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方式 你是此起彼伏 还是说你在高歌猛进的时候全身而退 那你在这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看新的技术的发展 所以说整个开源这个技术是给公平的 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 你不管是参与也好 投资也好 运营也好 都是在某个时刻进去 什么时刻退出 对吧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开源技术 你看像CNCF基金会 你会发现技术 这个沙箱的Sandbox项目 此起彼伏 有些做的好 有些做的不好 有些人成功了 获利了 但大部分都失败了 因为大大部分都在跟随 对吧 你能不能看到那个风口浪尖 我觉得也难也不难 就看你看 看准这个技术到底是不是解决客户的问题是持续的 与此同时后面的技术能不能在短期超越你 并且能够比你这个技术更好的解决客户的问题 如果是这个点出现了 那你就会很快的选择到底 停下来 还是出去 还是继续 对吧 这个选择就是这么简单 但我认可一点啊 为什么说有些苹果就是大家的口味不一样 它是这样的 实际上消费者的口味也在不断的变化 场景在不断的变化 那你生产者你是不是能适应这个变化 对吧 所以从苹果的案例就说不是说这个软件你一直好就能解决不断变化口味的人的诉求 所以你能不能快速的去跟进这个诉求是关键 就是有些看员技术 他眼睛到一定程度 他会发现我这个技术已经非常好了 我没必要变 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就缺失这个环节 就是到底这个用户是不是已经变了 用户的口味已经变 用户的诉求 场景 痛点都变了 对吧 你是不是能够及时的变化 那这个过程就很简单 就是说你要捕捉不到 那你就心情就把你就覆盖掉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我觉得回过到本征 就是要看你的这个把握度 一个公司在运行的过程中 也是个方向性 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选择 这个软件技术不行 是吧 我们是不是要从根子上去把它进行调优 如果实在不行 我们是不是选择现在切入另外一个开源技术 对吧 这就是一个选择 所以这个不简单 这个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把控 就是说一定要去倾听 去不断的去 去跟各种各样的人去探讨 去看看别人在想什么 这就是一个开源的魅力 你不断的去参与一些社区组织 你就知道最新的东西是什么 就像几乎有个特别大的特征 我们从第一天就认为 这家公司不是一家科技公司 是一家社区公司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参与各种各样的社区 我们认为软件的好与坏 我们要不断的去听别人的声音 那我们几乎也成立了一个叫OGA的组织 叫Open DataOps Alliance 就是开源开放的一个GitOps的联盟 这里面现在有90多家会员 我们不单单要做自己的软件 我们也要去看看行业 每个行业 每个组织 每个个人 他们在对开源 这个技术是怎么思考的 怎么想的 在我理解 社区就是咱们天天看到动物世界里面 真正的大自然 对吧 有吃肉的 有吃草的 有在土壤里混的 对吧 它就是个循环 所以我认为社区就是开源领域的 这样一个大自然生态 整个非洲大草原 对吧 那么在人类没有介入之前 你说它有没有商业模式 它没有 有些人类过去说 我发现这个肉类 我也可以做些生意 我就把一些动物去进行贩卖 对吧 这就是商业模式 对吧 那么在这过程中也可以说 那我去观光 也是商业模式了 对吧 所以我认为商业模式 一定是有两种 一个是好的 一个是坏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的商业模式存在 我如果是只是不破坏大自然 我在这边去进行一个加强 对吧 那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 让这个生态迅速的演进的过程中 我刚才说的这种旅游的方式 没有破坏大自然 也是产生经济效应了 对吧 那这个商业模式具体是什么呢 这商业模式是 某些人参与的过程中 自己想出来的 我刚才说 在自然过程中 我还在想 我是不是在自然过程中 我开个酒店也可以收钱 我去旅游是不是收钱 我打猎是不是收钱 对吧 我甚至在那边开辟一个新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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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变成庄稼 也是收钱 对吧 所以这个在思考的过程中 就回归到咱们自己的这个 开源 商业模式 那形容来说 那些 所谓的开源的项目 就是这个 这个 整个这个生态中的 其中一个 电条 那每一个在商业里面 有贡献者 有生产者 有维护者 对吧 也有这边 就是刚才我比喻的那些 那么 既然这么形象了 那你到底是在生产者上挣钱 还是消费者上挣钱 维护者上挣钱 还是什么 这个就看你自己想 还是那句话 你要想去做这个生意 你一定要找到买方吗 这买方到底在哪里 所以说这就是商业模式 所以商业模式 没有想象征那么复杂 你最终你要去想这个东西 这个 一定要找到这个诉求在哪里 买方在哪里 你找到这个东西 你就直达去解决你的商业模式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中国以外的这个各个国家 相对来说 这个还是分级别的 有一些比较发达的 这个像亚洲四小龙 像什么新加坡 韩国 日本 他们的诉求非常这个美国化一点 就是说更加 怎么讲 拿着产品用就好了 就把这个把能做的东西 和不能做的东西分得很开 我如果不能做我就投入 如果能做 那我就聚焦 就是这种过程 就是他摆得很清楚 那他更多的想要 我采购的软件 我就是解决我问题的 我投入这是值得的 对吧 那么咱国内呢 就是大概大概更多的 想象 我这个东西是不是跟我需求不一样 那我是不是要更多的定制 更多的开发 更多的想这个介入 对吧 这个就是说 总感觉到他拿的东西 是跟他的业绩绑定的 因为他他必须在里面找一些问题 如果不找一些问题 他不能够实现对于上面的这个价值 所以但在我觉得这个过程 恰恰是需要我们去改变的 比如说有很多东西 大家以这个共识是一致的 其实你开发的一些新的需求 实际上是不怎么被用的 那你何不把这些诉求反馈回来 变成一种大家有共识性的东西 我认为今年是中国的开源元年 元年啊 元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中国更多的是 虽然是市场经济啊 但是政策性主导比较强一点 所以至少是这个第一 这个十四五个化 已经明确表示 从国家层次 政策层次会支持 做开源开放的事情 对吧 包括也提到这个说法转型 对吧 甚至最近也在提这个 元代码的这些 所谓的这个 对拓管问题 所以我觉得 包括我们现在资方啊 包括一些我们投入资认 更加的关注开源的赛道 就是我们都没有宣传怎么去投资 对吧 所以我们的资方就超过百家 超过百家 所以说 说明什么问题 也就是包括这个国内国外的 包括这个合资的很多很多的资方 个人的特别多 所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这个大家的关注路已经到了 这个时间到了 这个开源的市场 这个分项 在国内已经开花了 具体这个果实怎么接 就看你聪不聪明 怎么样去 还是那个分项的底 能不能找到好的赛道 好的产品 好的团队 好的公司 最终能让自己变现 这个 你说难不难 也挺难 但最终还是你要 还是跟人有关系 你找到好的一个团队 非常重要 有句话 这句话 我可以讲给所有人 我觉得成功是习惯的 失败也是习惯的 没有任何一个投资人员 为loser 失败这买单的 没有 所以更多的人 在去投你的过程中 先让我看你的履历 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 你是否尝试过成功